月经量是我们所有的女性同胞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那么我们知道正常的月经量的范围 最少的5毫升 最多的80毫升 这里相差几倍 甚至十几倍 月经正常包括三大因素 周期正常 周期21到35天 经期正常 经期正常也就是2到7天 经量正常5到80毫升 这三大因素都同时具备 那么是女性朋友生殖健康的标志 由此可见月经量的多少是因人而异的 差异也是很大的 月经量一直都少于5毫升的人 叫月经量过少 那么我们可以拿个矿泉水瓶盖 大概两瓶盖就是5毫升 要是按这个量来恒定 没有多少人月经量是偏少的 应该是在正常范围 月经量减少原因呢 又有哪些呢 一 内肺密混乱 卵巢功能衰退 假装腺的功能低下 高密乳素血症 高熊 冬卵卵巢综合针等等 它都会导致呢 月经量减少 二 子宫性因素 表现在呢 子宫内膜的损伤 像人工流产 它对内膜造损伤 多次的人工流产造成内膜薄 甚至呢 子宫功腔捏捏 还有内膜结合 是吧 内膜盐等等 还有的上环 刮工 还有一种避孕环 它也会减少月经量 长期的服用避孕药 它都会导致月经量减少 针对呢 它不同的原因 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首先根据病因治疗 看是什么疾病 检查清楚 针对相应的疾病用药 如果是手术创伤 子宫性的因素 可能要采取手术治疗 去掉疤痕 再配合药物的修复 如果呢 是因为上环 那么可以把环去掉 针对那个病因 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有的是可以 那么我可以得到显示 然后再配合药物的修复 然后再配合药物的修复